行政院日前寄出了紓困2.0 从4月开始一连三个月 计程车司机每个月都可以领到一万元的补助 建理站在周末也特别来加班办理 手上一堆资料 一大早趁着开车前 计程车驾驶先到建理所报道 柜台人员确认职业登记证的资料 没有问题就直接送件 他们全都是为了补助而来 生意差很多 我感觉还是有一点不足 有时候剩下三成多而已 出去也都没有客人 小黄运奖生意差很大 政府特别释出纾困方案 从4月开始一连三个月 每一个月都能领到一万的补贴 预计全台机程车9万人 加上游览车司机1.6万人受贿 共投入34.5亿元预算 目前台北市已经有2万6千多人申请 最快2到3个工作天就可以拿到 建理所也全体总动员 从17号开始连续两个假日特别加班 希望能舒缓平日人潮 公司有用来通知我们 今天有礼拜六礼拜天 建理站有办这个业务 礼拜天礼拜加班最主要用意 就是让民众能够方便一点 到我们这边来申请 那我们也有一些 这个疏解 那个上班人潮压力 连续在两个礼拜六礼拜日 都来持续的加班的情形 这是可以说是历史以来的头一招 算一下到5月1号为止 就可以 我们经理单位就连续开办19天 不会说因为连续上班19天 那中间还是会有一些休假 休息的一个冷休的一个状态 建理站呼吁 驾驶越早办理 钱越快拿到以外 同时应应防疫时期 也在柜台架设110公分的透明隔板 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以及安全距离提示 就是要为了让大家在申请救命钱之余 也能办得安心 新唐人亚的电视综合报道